内政部要延长国安法五年的动议 昨天在国会以两票之差无法通过 共产党议员哈山卡林认为 内政部部长韩沙在鲁丁应该为此辞职负责 而国政的部长安努尤姚沙却批评西蒙撕毁朝野协议 巫统是时候备战全国大选 共产党巴西鼓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昨晚在面子书写道 这是喜来登政变以来 政府首次在国会闯关失败 虽然政府只是以微差落败 但依然非常丢脸 他写道 这是首相伊斯曼沙比里首次在国会闯关失败 这次的失败并不足以迫使内政部部长或首相辞职 或要求政府解散国会 但是内政部部长有必要负起道德责任辞职谢罪 因为他无法获得国会下议院的批准 通过与安全有关的重要动议 不过巫统资深领袖兼通讯部部长阿努亚沐沙 却在面子书批评西蒙 没有支持政府的动议 就是违反跨党派协议 他竟然认为 跨党派合作备忘录已经失效 他进一步形容 西蒙违反协议是祸中之福 因为首相伊斯曼沙比里 现在可以自由取消或终止跨党派协议 竟然实现巫统大会的议决 那就是解散国会提早举行大选 阿努亚写道 终止跨党派协议 来吧 让我们开始备战第15届全国大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